4月4号是儿童节 草屯镇延峰国小邀请了魔术师 表演精彩的穿剧变脸及魔术 为小朋友提前庆祝 家长会则是为每位同学 准备了一张图书礼券 希望大家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文具或书籍 尊重每位孩子的选择权 是黄色的对不对 仔细看哦 相当精彩的穿剧变脸 不只在热闹盛大的场合中看得到 今天延峰国小的小朋友 也能在校园中欣赏 并且与表演者互动 为了庆祝儿童节 延峰国小这次聘请了魔术师 前来表演 除了穿剧变脸 也用精彩的魔术吸引学生的目光 今天是因为是儿童节的前夕 那我们提早在今天 利用学生召会的时间 把所有全校的小孩子集合起来 那我们校方呢跟家长会这边呢 特别准备了儿童节礼物 包括有我们的小小的可爱的造型点心 还有牛角面包 要给所有的小朋友一演一个点心 那另外呢我们特别准备了 今天特别准备了从外面聘警过来的表演者 譬如包括有穿剧的表演 那我想这个可能之前小朋友可能没有看过 做所谓什么叫穿剧的表演 那还有魔术的表演 那也借此让孩子呢 在欢乐的戏面当中呢 他提前度过一个很愉快的儿童节 那我觉得这次儿童节比之前的儿童节 就是还要再更有趣更好玩 表演很精彩 然后魔术师也很厉害 他就是用一些我们日常生活 用得到的东西去做一些不同的变化 但是小朋友最期待的还是儿童节礼物 这次延峰国小的家长会 有别以往制证礼品的方式 提供每位小朋友一张图书礼券 让学童自行到书局 选择自己喜爱的图书或者是文具 让小朋友学习选择与决定 那家长会这边呢 也希望孩子呢 再收到一个很特别的儿童节礼物 那就是每一个人会有一百块钱的 图书礼券 那希望小朋友呢 借着这个图书礼券呢 可以去购买自己喜欢的图书 或者是文具等各方面 他所需要的儿童节礼物 我们要让小朋友有选择 我们从小就要开始决定 他自己的选择 我们老师也来引导 小朋友如何做正确的选择 在我们未来当中 可以做对国家有意义的事情 忠于他的选择 发光自己 为校正光 我觉得那个礼物很实用 因为我常常会去文具店买东西 很谢谢家长会赞送我们那么棒的礼物 南投县各国小庆祝儿童节 皆会别出心裁的准备精彩节目 与学生们互动 这次延峰国小的穿剧变脸 与魔术表演 让学童从日常生活中的小道具 发现惊奇 启发了学童的幻想力与创造力 更从儿童节礼物中 学习选择 以及自己做主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